用餐時間 民眾滿心期待 打開剛買回來的單炒飯 用塑膠湯匙辣辣 但不僅飯沒炒開 也沒加醬油調味 竟然賣了一百塊錢 民眾越吃越氣勢後 PO文說這是朝陽春百元蛋炒飯 是在烤客兩百餐廳買的 沒肉沒蝦 完全沒料 只有白飯和蛋還有蔥 質疑太貴了 一百塊我覺得有點偏貴 八十我就覺得有點貴 我說我不要這樣 我這次是沒有第一次 百元純丹單炒飯 發生在嘉義東時的一間 兩百元烤客吃到飽 疑似業者否認他們賣的 但PO文底下網友留言 你確定這是炒飯嗎 只是把炒蛋和飯下去攪拌而已 忘了加蝦仁和肉絲嗎 以路邊攤來講很貴 以餐廳來說差不多 來到當地其他熱炒店 綜合海鮮炒飯 滿滿一大盤也只要七十元 幾塊肉絲 五六塊蝦 兩三塊蝦雞這樣做 吃七八十塊的是有蝦仁跟肉絲 一百塊的我沒有看過 什麼都沒有 就只有蛋的 東時是海鮮產地 熱炒店滿滿料的炒飯七八十元打死 買到一百塊錢還只有蔥汗蛋 難怪越吃越哀傷 波旺詢問引爆話題 記著後關王書宏嘉義報導